《戊户藏龙》 《戊户藏龙》 所以我跟你讲演戏真的是特别呢 对 那是要说起那个什么 子怡拍《戊户藏龙》 我觉得很多演员在那种情况下 会崩溃的 我就是在崩溃的边缘 好恐怖 我觉得那种就是有一种压迫感 那种压迫感就像挤牙膏一样 你把最后一点给它挤出 那时候你会担心如果演不好被换掉 在选拔的过程当中会 因为一直导演没定下来 我也不是他最佳的人选 但我当时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教练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就不要管是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来训练了已经 我印象特别是夏天 然后就每天一身臭汗 跟个皮猴似的就那种 然后翻啊折腾啊什么的 我说我在干嘛呢 我就不明白我在干嘛 他说 听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你就好好练就行了 就这样 其实没有太多的功力心 也不懂 那时候李安导演是谁 不知道 那你拍《父亲五》 其实没有这种压迫感吗 没有 因为张艺谋导演 和李安导演的方式不一样 那时候其实不需要演 窩骨藏龙你怎么样 你还是要演 对吧 你的动作啊 你的表演 对 你平常不是那个样子的 把你给活活地打造成一个浴郊 我的父亲母亲 他就要你最本真的状态 所以也哭不出来 然后导演就过来跟你讲 我们都走了 天黑了 这天黑了以后 山上有各种 熊触摸什么的 得用招你知道吗 就吓小朋友嘛 然后吓 好喜欢 这种感觉 一山傍水炒菜 对 或者不用彼此 我还是知道 我不要 by bwd6